台湾是非常重要的 从我们的R&D standpoint 所以我们确实在考虑有机会 苏子峰六月说的台湾扩张计划 究竟花落谁家 两个月后终于有着落 他们已经完成了 这个可以签约的这些准备 我想大家下午来 是跟我报告这件事情 经济部长郭志辉 超委资深副总裁王启上一行人 聊了一下午宣布投资 超过86.4亿元 经济部补助33.1亿元 敲定研发中心要落脚苏子峰 家乡台南以及高雄 从台南市长黄伟哲 六月特地赶去见苏子峰一面 高雄市长陈起迈 也和超委高层会面 种种互动似乎就在预告 超委的选址结果 尽管经济部没说确切未知 业界推测超委选择的地点 正是高雄雅湾新创园区 回答投资台湾最大AI超级电脑 台北湾也在这里 另一个地点是台南的沙伦 智慧绿能科学城 超委设点脚步迎头赶上 外界警钉挥达的下一步 县市首长再次招手 科技台中是我们未来 现在在发展的方向 未来前进的方向 全世界重要的科技公司 只要对于本国有利 对于本城市有利 我们都会全力争取 科技大厂看准南台湾 生态性能量AI生产重症 逐渐在南部成型 三连新闻中越的最后 做不到